3月10號中午 在京華武藝解放橋上 一位老婆婆非常吃力地 是借助腳力推著輪椅 往橋上走 邊上車 邊上是車來車往 非常危險 索性這一幕 被正好路過的鐵器隊隊員 吳晨斌發現了 我們一起來看會發生什麼 好像有個老奶奶行動不變 確實 我得去幫她一把 我坐在我時間裡一床放牆 咱硬趕著呢 忙著玩著 謝謝 抱歉 據了解 原來婆婆腿腳不利索 今日有事外出碰巧 保姆又請假了 因為是手動輪椅 這手部力量不夠 所以上坡的時候 就想借助腳力 倒退前行 但是上坡後 那下坡就更危險了 索性被鐵器隊員吳晨斌及時發現 否則後果真不敢設想 而為了將老人安全送回家 吳晨斌就這樣推著老人 走了1.6公里 為吳晨斌點贊